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 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 你还好吗 所谓主仆有别 你不可以叫我的名字 必须要叫我大人 以前对我什么样子 以后对我还是要什么样子 如果 你想像那个海马经一样 被暴尸三日的话 你现在 就可以跑出去 告诉其他人你是谁 你来萧举山是何目的 懂了吗 谢谢你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大方点说 我说我 愿意给九云大人做奴 报答九云大人的救命之恩 迟了 你想巴结 大人我还不想要呢 我 反正 反正小的是穷得一清二白了 只能给九云大人当牛作马了 把药纯惹喝了 好